今晚的零零一計畫 特效藝術家Kiki 將給畢山居民 帶來震撼的視覺享受 你看,很高科技的表演 可是過程需要精心策劃 才能使前衛科技 和視覺藝術完美結合 出了一點狀況 我們的一個Wire跑出來 因為時間一直很緊貼 所以一定要擔心一點 目前為止 零零一計畫已經進行大辦了 我們的沙畫家、舞蹈家、雕塑家 都已經呈現了獨具匠心的演出 不過新加坡真的是臥虎藏龍啊 今天還有絕對讓你意想不到的達人 即將登場 國皇或有意 在每一個部分的零零一計畫 將找不同的藝術家 在14天內 把他們的作品 帶到不同的零零社區 他們必須和那裡的居民 或攝團合作完成作品 這一回 零零一計畫 將把燈影特效表演 帶到人氣指數極高的 碧山社區 不知道居民 對燈影特效的認識有多少呢 現在我們就來到碧山了 感覺出來正是朝氣蓬勃啊 那現在我還不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要帶來的是一場怎麼樣的演出 不過我準備了這個 LED裝備箱 看這個效果厲害吧 我們要請大家呢 根據這個箱子來猜猜 我們要帶來的 到底是一場怎麼樣的表演呢 請問我們看吧 七彩燈箱 又會引起公眾什麼樣的聯想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沒有 老闆 請你來猜一猜喔 什麼樣形式的演出 可以用到像這樣子的 LED的燈光表演 可能是像那個 Sircus一樣 Disco dancing 那是我的年代 應該是翻金斗吧 翻金斗 因為這種 這種燈光會比較精彩嘛 翻金斗會比較特別一點 應該是舞蹈吧 應該是跳舞吧 跳舞 為什麼覺得跳舞的可能性會比較大呢 打得酷喔 魔術喔 還有 跳舞嗎 還有 我沒知道 其實全中耶 你覺得什麼是所謂的燈光特效 就像好像你現在手上的LED粉 只是這樣子而已嗎 不是啦 也是要spotlight啊 這些燈光效果啦 要影響啊 誒 說到重點了 現在我看來大家對我們要帶來的表演形式已經略略猜到一二了 但是燈光特效表演到底要怎麼進行呢 我們還是去表演者的工作室看一看吧 這個星期的藝術家是Kiki Tae 鄭俊傑 Kiki是新加坡唯一一位燈影特效藝術家喔 她從小熱愛表演 多年來不斷以創新思維 變化表演方式創造了酷炫的燈影特效 Kiki有什麼法寶可以傳授給友誼呢 這些就是我一些我用我在表演當中用的東西 好像這個背景就是用LED做的 看起來就是這樣 好玩喔 所以你剛踩了一個這個是它的控制器 對 我表演很多時候我要自己能控制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可以踩的 所以在你踩的時候觀眾是看不到的 希望看不到吧 對 因為我還有你知道表演的時候都是這樣 欸 你沒有踩 Kiki不僅僅是表演者 她使用的所有道具和布景都是親手製作的 這是可以控制的 對 你是做那個煙霧出來 這樣子雷射才可以打在那個煙霧上 對 如果說在一些場地表演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風怎麼辦呢 通常我們都是在室內表演的 很少在室外 這個可能就是我花最多時間在的一個道具 這是我的服裝 光在設計和在做的方面 我就花了可能加起來會有200個鐘頭吧 因為我不只是設計和做 我做了還做錯 做錯了又重做 然後又重設計 花了很多時間 現在還在花時間在做這個 是變成說你需要做的事情 除了控制燈光 設計雷射 你連這種煙霧的控制 整個舞台設計 都包含在你的表演之內 對啊 一定是 哇 這年頭 連當魔術師都開始不容易了 當然不容易啦 由於面對這閃亮亮的服裝 已經經不起誘惑了 叫我魔術師 有力 有力 不要忘了你服是來玩的 你還有任務在身 搞一個表演很辛苦耶 器材又多 衣服又熱 所以接下來這件事情 我有點不好意思開口了耶 當然我也沒做再客氣啦 是這樣子的GT 我們可不可以邀請你到 畢山為當地的居民 呈現一場完整的燈影特效演出 讓我考慮一下 OK 可以 你好乾脆喔 對 我們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兩個星期啊 十四天可以嗎 不可以也可以啦 盡量 做表演就像有這個精神嘛對不對 對 好 有志者是季晨謝謝你 謝謝 為了慶祝聖誕節 畢山民眾俱樂部 主辦了新加坡第一個音樂燈效表演 Jiki和他們合作的話 會加入什麼新元素呢 不錯喔 這邊就是我們的 畢山民眾俱樂部的大禮堂 嗯 你們覺得怎麼樣 其實這裡會比較好 因為我的表演其實在印度室內比較好 但是 外面比較多人是嗎 嗯 對 外面就是 通常都很多人走過經過 所以你有那個我們叫做什麼 Natural Chrome啊 人潮 在這裡戶外的話 那個煙霧就會有一點問題 嗯 如果風一吹的話 那個煙就散掉了 我看要解決這個問題 有可能我們能考慮使用一些 戰本的一些黑布 來把這個範圍都圍起來 把這個風向的因素去解決掉 既然在技術上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們節目的目的 就是要把藝術帶入鄰里 鼓勵民眾把藝術融入生活 所以我想在戶外進行這個表演 會更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我想我們就大膽一點 我們就選這裡好不好 OK 好吧 我們就選這裡吧 好 要做最精彩的燈影特效表演 當然就要用最頂尖的器材 Kiki決定找熟悉 雷射光設備的朋友幫忙 有什麼器材可以讓我們這個表演 比較大型 比較特別呢 特別一點東西 首先介紹一個彩色的那個雷射 它是不是可以打不同的圖 按在這上面 可以啊 其實這個系統呢 都是有人去打設計 你要寫你的名字啦 都可以的 怎麼我的這麼短啊 快去留意嗎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雷射效果五花八門 令人眼花繞亂 該選哪一種好呢 我們準備全部東西都搬過去啊 我想我們可以用到的是 那個彩色的雷射 可以把我們的001計畫的 字放在那個背景上面 好簡易 這是最好的選擇 好 器材的部分安排好了 因為我加了一點新的東西進去 我有一些部分它還沒有彩排好 可是彩排時 Kiki的特效服裝開始出狀況 它能夠及時解決嗎 太多電線了 所以一個段就 就有問題咯 Kiki科幻般的雷射特效表演 非常有活力充滿動感 既然要找團體合作 當然要找一樣活力四射的年輕人 那就是K-POP韓國流行舞團NEG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平常真的你們練舞一天大概要練多久 差不多 三到四小時 三到四小時 一個禮拜可能就五天還是六一天 真的 原來練舞這麼耗時耗力 我們還是趕快開始吧 我們就飛音樂就可以 開始 等一下 有事情要我做嗎 沒事的話我就一邊做著 有 我們需要一棵樹是嗎 對啊 對啊 OK 其實不需要你嗎 有意 Kiki只是開玩笑 不要那麼小氣啦 有這麼棒的團體助陣 是非常好的開始喔 OK Fantastic 非常好 不過Kiki會想到什麼新的橋段呢 四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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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繞過來這邊 然後你繞過來 然後你就中間 對嗎 你繞對嗎 我 Kiki通常都是自己一個人表演 很少和其他表演者合作 他要怎麼把NEG的舞蹈員 融入他的特效表演呢 問題是我們要怎麼樣把兩者融合在一起 這是不是我們現在最大的挑戰 對 每一樣很好都是很好的東西 但是要把它放起來 就好像 Pix of Bowser 可是有點難 看來要把這兩篇拼圖完美的拼在一起 不是那麼容易的 時候不早了 Kiki只好改天再回來繼續排練 Kiki對自己要求非常高 凡事都親力親為 她也非常注重特效服裝 Kiki想到了一個 能將NEG的舞蹈融入演出的方法 那就是讓團員穿上 跟自己表演服一樣酷炫的服裝 這一件你覺得如何呢 Kiki不錯啊 你有燈的嗎 有 這個有燈 你看 好像怕人家關了燈之後 看不到我一樣耶 我這裡還有多一件 OK 有感覺嗎 有意 不要每次穿上特效服裝 就得意忘形 所以你覺得哪一件 比較適合你的表演 我覺得這件會比較好的 因為我自己的衣服也是黑色 很多道具也是黑色 然後那個燈才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 再過三天就要上台表演了 Kiki趕快召集NEG的團員 做一次全面的總彩排 進來 進來 一個HALF NEW的POSITION 然後一個PERS 這些年輕人精通勁爆的K-POP舞蹈 可是配合雷射光跳舞還真是全新的體驗 所以光練一個動作就練了一兩個小時 你在地上畫一條線 然後到你後面 就連平時樂觀的友誼也開始擔心 主動給舞蹈員提出一些表演方面的建議 我認識是拍攝 大家需要減少一點的能力 但在拍攝的時候 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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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我們每個人的ratenrum會很清楚 剛才對你來講難度最高的是哪一個部分 我認為是那個轉的 轉的喔 那個要 對 那個光速不可以碰到自己的部分 要碰到自己 然後你的手要一直不停地轉 這是我們演出前最後一次彩排了 你現在會有壓力嗎 其實因為我加了一點新的東西進去 我有一些部分它還沒有彩排好 好不容易舞蹈已成型 Kiki决定从头到尾 穿上服装彩排一遍 可是全场最重要的服装 Kiki的夹克好像出了状况 你的衣服不是我之前弄坏的 对不对 不是 确定 其实久不久都有一点问题 一直改装了又再改装 是电子线路的问题一直都很复杂 对啊 因为它太多电线了 所以一个段就有问题了 你还是会希望可以用这一件呢 当然啊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做了 在电脑前面program了 如果真的不可以的话 我想不止大家失望 我自己是很失望 接下来还有各方面的问题 等着Kiki去解决 出了一点状况 但是你的节奏音乐在哪一个部分 你懂吗 其实没有去想 但是我们一起 哎哟 怎么问题那么多 今天就要上台演出了 Kiki一大早就到毕山民众俱乐部 做最后的准备 Neg的舞蹈员也到了现场 Kiki抓紧时间做总彩排 也同时吩咐助手 帮忙确认设备齐全 大家刚刚进入状况 Kiki的电子箱就出现了问题 原来早上做运输器材的时候 不小心拉到一些电线 Kiki赶紧做出调整 彩排被迫暂停 问题还没解决 现在就连水晶球道具也不太对价 出了一点状况 我们的一个电线跑出来 本来是按一个按钮 让你这个东西上来 可是坏所以不可以用那个按钮了 然后我们再上一道 这个 这个阶段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它off一点点的话 它就会动了 它就开始动了 然后我的球在里面 所以如果它不小心出来的话 表示这个球会在不应该的时候 升上来 这个球就会破 然后这个 板也会裂吧 门也会裂吧 利用科技来呈现特效表演 的确会面对这方面的挑战 但是Kiki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友谊和NEG舞蹈团 趁着一点空档 抓紧时间 学传晚上的演出 我们现在又这个小时 就要上台了 而Kiki也在做最后的准备 所以现在我们当然也不好意思 闲着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也带上我的好朋友 大声功 与同四位舞者 我们要去好好地 宣传一下今天晚上的表演 好 大家亮灯 我们出发 所有地区的居民大家好 我们是八频道 零行一计划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地区这里 呈现一个免费的演出 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看你不要讲这样 都好像没有来的 七点 没有时间也是来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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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一定要来 OK OK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看很高科技的表演 有人讲我们 好像保护英雅 等一下的表演 今晚在七点钟 艺术无价 是艺术表演 不是免费的 几点钟 七点钟 在哪里 在V3希希 你们是谁 MG OK 简单一定要支持 谢谢 经过一轮宣传之后 友谊回到舞台 找Kiki了解进度 可是 我们知道今天早上 大家才收到那个音乐 大妈没有收到 现在没有收到 Kiki之前和灯效公司讨论 想根据她的音乐 在俱乐部的柱子 做一些灯效 可是音乐到了今天早上 才完成 灯效哪有时间准备呢 还来得及做东西吗 剩下两个小时多左右 但是你的节奏 音乐在哪一个部分 你有懂的吗 我没有去想 但是我们一起 眼前必须分秒必争 Kiki和灯效师 火速地在电脑上 完成编排 因为时间也是很紧迫 所以比较担心一点 你要怕会不会成错 之类的 如果车子来 马上就立刻来 技术问题总算搞定 彩排时间也已经 所剩无几 服装头都是有特别的 所以会比较不自在一点 需要亮灯的时候 得记得亮灯 对 Kiki的器材和道具 只要出一点点的差错 就可能毁掉整个演出 时间已经不多 她还得兼顾表演的部分 赶快完成之前 被中断的彩排 本身乏速的Kiki 是否能够呈现 完美的演出呢 这一集 我们要特别介绍的 艺术家Kiki Tay 带来一场 充满了雷射 灯光特效的演出 终于到了正式演出 这群年轻人 虽然只有不到 两个星期的时间彩排 不过精彩 不过精彩劲爆的特效舞蹈 还是迷倒了现场观众 当然还有专专业特效表演者Kiki 给观众带来的视觉想念 从反地心吸引力的水晶球 到天衣无缝的动作协调 外加出其不意的雷射灯效 演出成功地把艺术和科学融为一体 还好灯效师即使把 币山民众俱乐部的灯光编排好 让Kiki的演出更加绚丽夺目 今天我们要请大家来帮我们这项任务 就是制作一个LED的满天星 除了观赏表演 观众还有机会亲手制作独特的LED磁铁 看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喜欢这一场表演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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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部分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他用那个雷射激光 也不错 它的效果不错 你觉得哦 对啊 我看你的部分是哪里 那个雷射的胸 要不要我儿子也试试他来跳嘻哈舞 我的双子 双子啊 这叫年轻耶 我的儿子 我的双子 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 有啊 我不会很希望将来 会有更多像这样子的表演在零里呈现 希望啦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以给我们带来哦 一点节目啊什么啊 不然的话只是在家里而已哦 在这里看看一下 抽的那一下也真好 如果啊 有一句话啊 你可以对Kiki Kiki哥哥说的话 你会对他说什么 Kiki好棒 Kiki这两个星期不断遇到状况 不管是编舞或技术问题 都比以往更具挑战性 为什么最终表演的时候 跟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我本来是想用那个LED jacket的 但是有很多问题了 很可惜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去做 但是没有能用到 就赚回我原本了啦 之前把全部东西搓在一起 真的是压力很高很高 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做 没有别人可以帮帮我 就这样你program的东西 不过最后的演出 就让观众回味无穷 每个人都尽能力都做到很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功劳真的是大大家的 今天这场表演真的是无懈可击的 听到现场观众声尖叫声连连 这是让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在这里就郑重地宣布 这一集的001计划 成功 下一集的001计划 世界十大沙雕艺术家陈绿兴 将和东海岸居民一起迎接马年 可是过程中却 明天就是你的家里 还没有搞定 这次是在那里面的沙雕艺术家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